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蚁王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做几件以来 然后我一直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打扫方法 今天介绍这几样东西 是我一路以来发现最好用 最省钱 最环保 最环保的方法 好 先 先介绍第一样 我们第一样就是厨房 像厨房里的油烟 是我们最头疼 最难擦拭的东西 我一直在寻找 什么东西可以擦油烟是最好用的 然后后来呢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打扫厨房的上面 你知道在厨房里有柜子吗 或者冰箱上面空格 然后因为太高我们经常不会擦拭它 然后日子久了之后 它有灰尘加油烟堆积起来 那种厚厚的东西 然后那种东西是最难擦的 我曾经试过 就是当时试过拿清洁剂 甚至拿铁丝网擦都擦不掉 后来我说忽然间灵机一动 因为网上经常看到 苏打粉加醋 这两样东西呢 是最好用的 然后当时我就灵机一动 就OK 就在家里边呢 我在我的打扫那个器具里边呢 我会准备这样一个小碗 然后呢我会有一个像就是 像这种放盐的这种里面 其实这是苏打粉 那我就会把它放在这里边 然后倒上醋之后呢 用那种比较稍微有 上面有一点点铁丝网的那种 那种米海绵 蘸上 轻轻一擦就掉了 非常非常好用 这都是我自己亲身 亲身经历 亲身试验过的东西啊 所以在厨房里边那种厚厚的油烟 苏打粉加醋 就再加上稍微那种铁 有点铁丝那种棉花 硬一点的那个海绵 就可以搞定了 可以非常轻松的擦得很干净 就厨房里的油烟啊 第二个呢就是洗澡间 洗澡间呢 之前不是跟大家说过吗 说我发现的是 用洗厕所的那个剂来洗 虽然这个不环保 这不属于环保 但是它真的好用 有很多说 哎呀我们要环保 我们用什么种方法 但是因为如果你的方法 不不应手 不得心应手的话 你会懒得擦 你会堆积的越来越脏 甚至你擦不干净 还会长毛啊 就长那种会发毛啊 然后对身体又不好 所以我们虽然是一直学极简 学环保 但是如果 当然我们希望找到最好的方法 这个呢就是我买的 这个是Y King的 它这是漂白水的这个品牌 有个观众朋友问问 会不会有漂白水的味道 没有 它就是洗厕所 那个厕所剂的那种味道 是没有漂白水的味道了 而且可以杀掉99.99%的细菌 这个是拿来洗厕所的 但是呢我拿它来洗这个洗澡间 非常 真的比漂白水都好用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可能是因为 它这个洗厕所的这个液体呢 它做的特别是粘稠 特别粘稠 它容易吸附在这个边边上 我觉得比那个 就是真正洗洗澡间那种泡泡啊 要好用很多 所以我现在就只买这一种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我洗澡间的清洁剂 我再也不用买了 这一样可以搞定 而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我这次都是自己亲自去刷过的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玻璃 玻璃呢也是 以前我特意去买那种洗玻璃的水 后来我就在想 以前我在中国 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哪有这么些这个 这各种各样的清洁剂啊 就是我小时候啊 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用水 湿布 把玻璃擦过以后 然后用报纸再擦一遍 就已经是闪闪发亮 非常好了 然后在网上呢 我也看到有人教 就是用那个什么 用奥克好 就是用酒精 加醋 然后调配出来的 就是那种环保的擦玻璃的水 其实我自己亲身经历 就自己亲身试验了一下 就用湿布 把上面的脏的灰尘擦掉之后 然后用报纸再擦一遍 就已经效果是非常好了 其实真的不需要什么清洁剂啊 之类的完全是不需要的 所以你看 我们我在想 现在东西就是 做广告的人吧 他们制造出一样东西 他们想卖 就肯定要给你一个理由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有 哎呀 拥有各种各样的清洁剂啊 怎样怎样 其实我想想 以前在老辈子 不就什么都没有吗 不就是水吗 水不是也是一样的吗 日常 比方说日常 我们在插桌子的时候 我也看到我们现在人 很经常会喜欢用一些 喷雾剂啊 什么杀从 就是去杀菌的呀 怎样怎样的呀 我那一般就是 其实我想起我一般就是用水 真正的 如果你想杀菌的话 你里面放点醋就可以了 醋就可以杀菌 而且是最天然的 因为我家里有凉的小猫嘛 我就怕就是说 如果你用着喷雾剂的话 它虽然有香味 但是这种东西始终是有 有那种化学物品在里面 对小动物 对孩子都不好 所以我平时用水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家里有谁感冒了 你怕有细菌 那就稍微加点醋 然后用就是喷上之后擦 就可以就是去尘是足够足够了 是不需要特意去买一些清洁剂来喷的什么 其实真的是不是很好的 擦地板也是 地板是用水 然后加醋 就起到消毒作用 然后去消毒 然后去尘 地毯呢 就是他们现在在网上教的是用那个苏打粉 就是苏打粉直接撒到这个地毯上 然后呢把它搓 把它搓进这个地毯里面之后呢 用吸尘机仔细的再把它吸出来 它就有一种吸 就是可以帮你把里边深层的这个灰尘的给你吸 给你拖出来 所以苏打粉这一招呢也是很好用的 再接下来的呢就是地砖缝 像我们现在家里边都用的地砖嘛 那种缝我之前有拍过很多次了 看我视频的人应该经常会听到我说地砖缝 因为我就是超喜欢这个神奇海绵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有多疯狂啊 就是那种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在那个wish.com上买的这一大包 也就几块钱而已 里边有一百个 我拿来就是擦那个地砖缝 什么东西都没 不需要 只需要放水 再加上这个神奇海绵 你的地砖缝 甚至你拿牙刷都没有刷的那么干净 因为你要牙刷只是用水刷的话 你可能只是还是有点黑 但是用这个擦用水加这个擦呢 它就会擦的很白 其实后来我也是研究了一下 因为它这个海绵呢非常细腻的海绵 它就像橡皮擦一样 可以把里边很细很细小的这个灰尘呢 从这个地砖就是它能叫地砖泥吗 它里边有着很细小的洞洞 它可以把它搓出来 所以呢我只要用这个擦地砖缝 又简单又快捷又方便 所以今天呢就已经终于可以单独开一个视频 然后给大家解说 我最近就是找到的打扫卫生的小贴士 这些东西呢真的是 我不是跟大家说 我以前我特别不喜欢打扫 因为我去打扫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而且会遇到一些很难去的 很难去除的污渍 就会让我们很烦 然后所以 但是后来呢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方法 然后我就开始着重寻找 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快捷地打扫 总之是一件让我们很方便的方法 让我们可以爱上打扫 这刚才我说的这些呢 就是我最近找到的 我认为最好最好用的方法 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我们就是洗澡间上面有就是长毛 如果你看到你的洗澡间开始就是发毛 就是那种黑黑的毛了 一定要尽快去除 因为这个毛会跟着空气而飘散 我记得以前我的洗澡间 就是因为太多人用嘛 它就会这个水总是干不了 就会起毛毛 起毛毛 起这种黑黑的那个像发毛了一样 它会跟着窗户来 就跟着这个空气 飘散到你各个房间 我记得那时候 我甚至我连窗的窗边上那个窗 窗边上那个槽啊 里边都是那种黑黑的毛 就是黑黑的去发毛的那种东西 所以对身体其实特别特别不好的 我们有一个就是说 有一个解决方法是 如果你家里真的是这个洗澡间 总是有很多人用很湿的话呢 尽量用完之后 马上把这个墙壁啊什么 尽量去擦干净 甚至有个朋友给我出点子 就拿那个刮玻璃的那个 就是洗玻璃那个刮板啊 直接把那个淋浴的那个玻璃或墙壁 把的水给它刮下来 这样的话呢 可以保持住这个洗澡的环境 水减到最低 这样至少这个房间不会一直潮湿 一直潮湿 后来呢 我就是在我的洗澡间开了一个窗 然后呢 就是 在澳洲呢 有这个喷剂 先拿给你们看 就这个啦 在澳洲呢 有这种喷剂 这个喷剂呢 就说 它这个是专门是杀菌的 而且它杀这个 长毛的这个情况 就是非常 就是 如果有发毛的地方呢 一定要喷这个 这个可以 真的可以帮你杀死它 我当时 我当时这个洗澡间发毛之后 就开始有黑黑的点嘛 然后我就用 不擦 用各种各样的清洁剂擦 都不好用 也有人说用漂白水 但是 我觉得漂白水真的是 当时我 我记得好像我也有用过漂白水 但是 我感觉漂白水 只是把它漂白了 并不是真正的把它杀死了 然后有朋友就给我介绍这个 我喷上就特别好用 这个 真的好用 甚至这个是可以杀菌的嘛 你可以喷厕所呀 喷 厨房啊 都可以来用 这个是纯天然的 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这是什么东西 能不能看清楚 所以 我后来呢 就是因为 我一段时间 真的是 厕所长 就是那个洗澡间呢 长毛长得特别厉害 然后那个黑黑的 那个霉菌呢 就是那个霉 发霉的呢 就会飘散到各个房间 那个窗上都是 所以 我就就是 深受其害啊 然后呢 我就找到了这个方法 去清洁它 如果你的家里边 有这个 就是墙上面呢 洗澡间呢 或者地下室呢 你发现了有开始墙啊 或者哪里渗出这种 像长毛了一样的 这种发霉的这种状况呢 一定要及时阻止 其实真的是很伤害身体的 而且它会发 它会满屋飘 真的会飘到到处都是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希望这些 希望这些资讯呢 能对大家有用 也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快乐的打扫 好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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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